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相信他还是爱你的 随后离开了医院 华平应小美的邀请去吃饭 小美问起华平关于鬼的事情 华平向他讲了东海鬼课的传说 然后华平问小美 珍珍的爸爸会怎么样 小美说尽管自己相信珍珍爸是被鬼附身了 但法官是不会相信的 珍珍爸肯定会被判刑的 不过他们会替他求情的 经历了这些事 华平有些心里交瘁 他有点想家了 于是回到老家看望爷爷 顺便他要调查一下崔神父的底细 爷孙脸好久没有见面 也是特别的高兴 做了一大作的好吃的 这时有村民找爷爷喝酒 一看到华平 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扭头就走 华平儿时犯下的可怕事情 至今让村民们心有余悸 大家都把他视为不祥之人 当做怪物来看待 到了晚上 正在睡觉的华平 听到外面有动静 他喊爷爷 但爷爷却不在家中 顺着声音走出去 居然看到鬼客普日图 将爷爷装在一个麻袋里拖着走 华平想喊却喊不出来 在拼命挣扎中 华平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个噩梦 翻身看着爷爷正在安详地睡觉 然而睡梦中 那儿时的梦言蒲日图 却让华平再也睡不着了 回到城市后 华平还是开他的出租车 这天的晚上 他在一条路上 开着开着就进入了通灵模式 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 被反绑着 关在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眼神中充满着恐惧 华平惊醒后 马上就到警局找小美 告诉了他自己看到 那名女子的一些体貌特征 希望他调查一下最近失踪的女子名单 小美一查 还真有一个符合描述的 昨天她的家人刚刚报的案 名字叫艾艾 华平和小美决定崩头行动 根据记忆开始调查 但这次华平的通灵似乎没那么灵 怎么也找不到线索 这一天 华平开车时 又一次被动通灵 这次他看到又一个女乘客 搭上了那辆出租车 虽然他没有看清车牌号 但是他看到那车子上的一个猴子挂饰 也听到了那车上放的一首民间小调 反应过来后 他沿着刚才看到的路线追了上去 终于在一个分叉口 他看到了那辆车 华平故作镇定 假装问路 谁知那辆车却开始疯狂的逃窜 最后华平开车 将出租车撞下了路肩 接着华平走过去查看 却没有发现司机 他打开对方的后备箱 然后看到了那个惊恐的女人 华平刚打通电话 向小美通报情况 就被凶手从背后敲晕 眼看凶手准备痛下杀手时 一辆货车看到不对劲停了下来 凶手立刻开车逃离了这里 好在华平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而且他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拍摄到了那车的车牌号 于是华平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小美 小美顺着车牌号查到了位置 可那车已经被送到了汽车报废场 报废场的老板西里哥说 该车已经报废 小美询问是车主亲自报废的吗 西里哥说不是 是员工阿甘操作的 小美要求调查阿甘 西里哥就把阿甘带了过来 而阿甘一见小美撒腿就跑 但他哪跑过小美 小美一个扫堂腿将阿甘给制服 但这时却发现阿甘是个弱智 整天自言自语 根本问不出什么话来 后来小美见没什么有效的信息 也就把他给放了 华平知道之后 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于是带着朋友一起去了报废场 打算亲自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人 在见到了阿甘之后 华平发现他听的歌 就是那天他通灵的时候听到的那首歌 尽管很怀疑 但阿甘看起来并不是装傻 华平也不敢随意下结论 于是他和报废场的老板西里哥说 阿甘是被鬼附身的 西里哥说你胡说 那是我的亲弟弟 我也没看出来他被鬼附身 他一直就这样 而华平不想过多的争论 就说如果发现你弟有什么异常 就通知我们 随后在走之前 华平在西里哥的办公室 发现了一张教会的传单 上面的神父 竟然是他小时候 去他家驱魔的那个老神父金神父 华平根据地址找到了金神父 问起金神父的徒弟 也就是那个自己的仇人 大崔哥的下落 金神父说自己也很久没他的消息了 金神父问他从哪知道自己的 华平说是在报废场看到的 接着金神父叹了口气说 他哥俩也是可怜之人 从小被妈妈虐待 有一次他妈妈抱打兄弟俩的时候 西里哥跑了 阿甘后来就变得傻傻的 开始害怕讨厌女性 连想到受害者都是女性 华平确认阿甘是被鬼客附身了 凶手就是他 而这边在报废场 西里哥也确实感觉到弟弟的行为变得怪异 他不停地挠着脖子 喊大口大口的喝水 西里哥主动联系了华平 要求驱魔 而小美那边 因为华平告诉了他之前 被绑架女人的打车地点 他通过附近的摄像头 找到了那个女人的样貌 然后查出了他的住址 小美根据地址去了以后发现 就女人的女儿独自一人在家 而且妈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当小美晚上再去询问的时候 却发现那个女人已经回来了 并且失口否认自己被绑架过 小美以为是华平在骗她 因为如果被绑架了的话 这女的怎么可能还活着 画面一转 华平带着崔神父一起去为阿甘驱魔 崔神父偷偷地用十字架 摁在阿甘的身上 却发现阿甘并没有反应 她悄悄地跟华平说 阿甘应该没有被附体 不然不可能没有反应 两人无功而返 信信地离开了 刚走出报废场 天上却下起了乌鸦雨 从天上开始不停地掉乌鸦的尸体 另一边 小美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之前那个女人见她的时候 胳膊上好像有伤痕 而且还慌张地用袖子给盖住了 于是小美回头就去找那个女人 石头女子不得不说了实话 原来她当天确实是被绑架了 但是中途因为车祸 她偷偷跑了出来 后来那个绑架她的人追了上来 虽然没有抓到她 但是警告了她 如果她敢报警 就杀她的全家 石头女子虽然没看清 那个人的长相 但是她说绑架她的人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开车的 另一个是从后备箱里出来的 此时小美意识到 他们都搞错了 原来弟弟阿甘不是那个被附身的 她急忙打电话给华平 但接电话的却是西里哥 也就是真正被附身的人 她已经控制住了华平和崔神父 正当西里哥磨叽了半天 终于决定对两人下手时 小美是果断赶到了现场 然后双方一番激烈的打斗后 西里哥还是跑了 小美给华平和崔神父解开了绳索 三人聚在一起 想西里哥会跑到哪里 小美突然想起来 她应该是去报复之前 那个失踪的女人了 三人急忙往女人的家里赶 但还是迟了一步 女人被抓走了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他们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阿甘 最终善良的阿甘 说出了哥哥可能的藏身体 他们妈妈的家 果然最终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西里哥 将西里哥制服锁在了车里 人质也得救了 然而西里哥竟然咬掉了自己的手指 跳下车自杀身亡了 在众人目瞪口呆中 第四集到此结束 关注涛哥 下期涛哥继续给大家带来 鬼课的第五集和第六集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